然后把这个这个竹签放进去 然后插在这个孔这里 这个孔 这个孔这里 插进去 插进去后 他把这个对 对到这个刀片这里顶住 你要弄进去吗 然后把这里卡住 他有四个固定脚 每个脚卡住都可以 都可以 他的作用就是起到固定的作用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按钮 这里 把它提起来顶住它 机器 然后就可以旋转 其实它手动的 还是用起来 还是比较舒服的 比那个电动的要 比较随心所欲一点 你看一个土豆就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轴拉出来 然后这个之后 这个包的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拉长一点点 你看 你看我说过了吧 前天我就说过 土豆太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